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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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与制片 你考虑吗 考虑啊 也考虑 你要去薪酬多少 我写的薪酬好像并不多 因为我想在这里 再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就是 喜欢这个舞台 然后这个舞台给我机会 然后站在这边 表达一个求职的 一个意愿和想法 那么这个薪资 我并没有写得很高 就是在我的简历里 我的想法是 我们 简历上面写的是多少 两万 对 我正好说 谢谢 是因为我觉得 一呢 表达我的诚意 因为我自认为 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 就是说可以找到 我意向当中的职位 然后希望 可以 能够多学习吧 黄荣 我想说 就是咱们好好聊天 好好地求职 把你的假笑 和你的 就是这个 左顾右盼的这种神情 稍微收一收 就像小月说的 启会儿一样 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余悸 我特别耐说 我不是一个照片的 是吗 这个不好意思 我解释一下 抱歉 还有假谦虚也收一下 表现得非常地不真诚 其实我觉得 他挺真诚的呀 我真的觉得 他是装得很真诚 但其实非常地不真诚 是吗 有几个简历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这个黄荣 好呀 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看到 您的那个学历 是在14年 在传媒大学 对吗 对 其实您的工作经验 是从哪年到哪年 因为公灵写的是5.5年 但是从经历上 我看10年就开始了 是这样的 5.5年刚才是因为 直接写的是 现在的拍戏的时间 就是我后期 一直在影视类的行业里 因为我今天 想主要过来 求职的是影视类 所以直接写了 影视类的5.5年 好 那在传媒大学之前 您的学历是什么 之前因为年龄 小区学表演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学历 初中 对 高中 高中正常上完的 所以11年 做人事主管 这个应该是您 高中学历 应聘上的主管岗位 对 没错 那个时候已经挣到了 薪资12000人事主管 是一步一步做人学的 一年半的时间 就是这个 12000是每个月的月薪 是在9年前就做到的 对 如果说您的学历是高中啊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做到主管 而且给到12000 这个确实是市场上挺高的 一定意味着 您在绩效上 有很好的表现 那您可以讲一讲 您在这方面做了啥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 这个能力的显示吗 我可能胆子比较大 就是觉得我性格开朗 公司的老板 他觉得我不想去 销售的这个岗位 那么肯定是来公司 这块本来徐教授出身 那么肯定是想学习一些别的 所以才会 其实培养了我一阵子的时间 我之所以问你 就是想让你讲到 你人事主管的职责 以及你为公司 产生了哪些人事方面的跡象 人家今天又不是面试 人事主管 对 我其实不是面试 但是你必要真实嘛 所以说你要 我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以人事部的主管进去的 但是本来是去应聘 他拆拿作业展会的模特 咱们简单点说 姑娘 一万二这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面 你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下属分公司的人事部主管 不是 你说一下 你具体都做了什么 就你一直在讲你的港 那个港 你到底工作内容是什么 但是我刚才觉得 就是已经讲了这个流程的时候 就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疑问 姑娘不要顾左右而言 就是你这样的一万二 如果是你堂堂 真正凭本事讲出来就好了嘛 对不对 对 我刚讲完 十年前我就做这个 我也没拿那么高的工资啊 你那个 你做过短片的策划吗 这个没有 那你觉得你以前做这些工作经历 如果要做短视频的话 你有哪些能力可以平移过来 我感觉啊 就是我现在知道的范围 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 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的把控 影视剧以外 其他的工作考虑吗 比如说像小叶那儿的活动策划之类的 考虑吗 这个不太考虑了 就是一定要与影视剧或者短视频相关 是这意思吗 对 是的